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主流传媒边缘化 而他们觉得不值得报道 香港市民也不应该听到这些声音 所以才有这个网台给我讲一下 值不值得听 大家想不想听 当然是大家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行政长官选举 是有很多很严肃的事情 是应该要提出来说 所以今天我是借这个机会 是告诉各位观众听众听 让大家可以全面点去思考 大家都知道明年三月的行政长官选举 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 上一次五年前 梁家杰和曾蔭权选的时候 就是800人 这个小圈子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 去投票 现在就加多了400人 就变了1200人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看着 或者听着这个节目的人 是绝绝大部分是没得投票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选举 有些人就说 好像林瑞伦就立刻跳出来 他说这个是有竞争的选举 是的 你唐英年和梁振英 范徐丽泰 叶刘淑淑二 加上我们何俊仁 竟什么争呢 而且你和我都知道 最终必定是北京阴点那个 北京和香港那些地产商的财阀 他们阴点那个人才有得做 董建华那时候也是这样 曾蔭权也是这样 今次也是这样 有些人说不是的 现在姓梁和姓唐就在那里争 那你何俊仁又说要争一份 问题就是 可能这个姓梁姓唐去争 都未必是中央政府 原有的剧本 他们是最喜欢阴点的人的 你看唐英年 一路无论他自己的部署 或者政府的栽培 他做过立法局议员 立法会议员 行政会成员 做过局长 做过财政司司长 现在做政务司司长 一路 被大家看到是栽培他 那欠最后一步就是行政长官 但是唐英年现在出来被人看得到 是非常无能 说句话都说不清楚 拿着份稿读都差不多读不到 一离开份稿就说错东西 而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他 不是管理得那么好 你叫他拿一些政绩出来看看 如果他要参选他要拿出来看 大家觉得有没有搞错 所以民望由初初比较高一点 一路跌 梁振英就心心不识 就是这样尽力去执搞 一个是跌 另外一个是升 现在梁振英先几日又说 现在准备辞职 不做行政会议成员的 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准备辞职 曾荫权就说原则上接纳他 那梁振英就把握声 就立刻飞了上北京 然后翌日又飞回来 那人家说你去见谁 是不是见中央领导人 又说不是见朋友 喂 你见谁是不是可以说给市民听 就算是你那些非常有才有势的朋友 都有名的 为什么不可以诚实一点呢 尤其是在那么敏感的时刻 很多人都知道 各个这些所谓候选人 都是要争取中央的阴点 中央的批准 才可以可谓去选 然后最后要批准才可以做 那你趕快走上北京 是不是引起很多人都在猜测呢 然后回来 我没有见官员 没有见朋友 那见哪个朋友呢 还有那天在北京的记者 就捉住黄光亚 这个港澳办的主任 就问他有没有见过梁振英 那黄光亚又是 我见过那些香港人 喂 现在大家做戏吗 就是香港人看下去 就觉得非常之不是味道 也都觉得有些人 你都够胆说要出来 选这个小圈子了 为什么不可以开城报公 解给香港人听 你上去见谁 求谁 求谁呢 那过几天 这个前人大代表吴康文 又出来说话了 初初又是他说铁三角的 又说叫范徐丽泰 梁振英和唐英年 一起做过铁三角 搞过政府 后来又说不是 自己说错话 现在又出来说了 他说你看看 梁振英回来 这么好笑容对着你帮记者 当然是北京批准他下场去跑 现在这个时候 都是给多些人去 如果不是又符合不到香港人的意愿 喂 吴康文 前人大 你知不知道香港人的意愿是什么 香港人的意愿就是可以亲手去投票选行政长官 甚至如果有些人有意愿是可以去参加选举 不是说看看你姓梁和姓唐在那跑一下做一下戏 有竞争的选举 真是民主 真是有认受性 真是笑爆肚 那个郑耀堂 这个郑耀堂 就是工联会的领袖 亦都是行政会议成员 先排出来说不行 不准有人跑 现在又说中央好像可以 好像个个都在全圣子 不知道是不是假全圣子 还有工联会 在一两个月前整个队走上去北京 叫北京快点去决定 为什么 因为他在香港磁磁镇 他都不懂支持谁都不懂说 你要老板先说 那大家才有个剧本去读 现在又转了 又说都好大家去选 又说有高票当选那个有认受性 不过也没关系 说什么废话 有什么认受性 高票当选高极 拿了千二票 千二票 千二票区议会选举 11月区议会选举 很多区议员都会高过千二票 所以我要在这里和市民说清楚 我其实都和传媒说得很清楚 不过就没有人肯报道 或者没有人的老板是给他们报道 因为传媒都和我说 刘慧卿你说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老板的自由 上个星期我坐在这里访问 这个树仁大学的梁天伟教授 他都教学生做新闻 他都说没有的 新闻自由就是老板的自由 很多情况下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出那么多钱 搞张报纸各样东西 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操控所有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是有尊严的 你不会容许别人好像扯线公仔 好像梁振英或者唐英年 被人扯线的 你自己知道做新闻 是应该有什么准则要遵守的 不是老板说写一写 不准写就扔 不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就叫新闻工作者 我说如果你要再报 行政长官假选举 这个小圈子选举的新闻的时候 你就要加些东西下去 就是好像现在政府规定 你去买烟吃 有个卫生健康的警告 这里应该加个警告 就说其实这个选举 不是香港人有份参加的 不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有关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只是只有几个北京阴点的人去玩一下 最终是北京和财阀阴点的人就选到 做完一场戏 我说你最少说这些东西给人听 就不要在那里很刺激地报道 哎呀很刺激 有几个人去跑了 看看哪个跑先哪个跑后 不是那些东西 那有个记者怎么回答我 他说那些是旧东西 那些不是旧东西 那些是永恒的东西 当你报到选举 你要提醒别人什么叫选举 而香港是签了 当时英国人被香港签 而现在中央政府也批准了 香港是签了很多国际人权公约 说明什么叫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所以当我们搞一些东西是偏离了的时候 那我们做生命界是不是有责任 要告诉他呢 所以刚才那些记者问我 喂唐英年现在辞职了 你觉得是不是辞了些 梁振英跑前过他 喂一就不是跑马 二你迟同组 你自己的决定 关人什么事 以及最重要 就是你有公职在身的人 是不要滥用你的权力和资源 去为你自己去做竞选 如果你觉得你做到那个位置 又要去竞选 选这个小圈子 是有利益冲突 角色冲突 那你就辞职了 那我又觉得没什么意见 你什么时候辞 我告诉你 老实说 不论这个是千二人选的选举 就算你是三百多万人选 你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辞职 这个是你的事 关我们什么事 最重要就是如果你在位 你就不要濫用公共的资源 就是这么多 所以传媒 他就喜欢有兴趣这些东西 但是我就说 喂 我们要问一下这些所谓的候选人 有一些香港人很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你传媒不问他呢 或者问了他 是不准出街 是什么问题 大家这么关心 香港什么时候有普选 你说中央政府说了 2017普选行政长官 之后普选立法会 但是普选是否真的普及而平等 什么是普及而平等 其实去年我们民主党支持 走前一步 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 加五个地区直选议席 和五个功能组别 区议会功能组别 当时就是政府提出的区议会功能组别 就是说给四百多个区议员 是他可以去参选 然后就是四百多个区议员 去提名和去投票 当时民主党就说没得谈 这些小圈子的几百人选六个 有没有搞错 那我们说不如 如果你真的要说功能组别 就是在选举有规限的情况之下 你最少是要给香港人投票 就是是区议员才可以参选 是区议员才可以提名人去参选 但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投票 我们初初提出的时候 那些保皇党就在此笑 就是有什么可能 你真是天荒夜谭 我有什么可能给你几百万人 去选这个功能组别的议员 去到六月 北京出来宣布了 没得谈 特区政府也都宣布了 没得谈 按原方案去立法会表决 当时如果是这样 民主党是一定反对 一定投反对票 那又怎样 就好像2005年一样 反对了原地踏步 五年 什么都没得变 如果2010年又反对 那又怎样 又原地踏步 又五年 所以当时我们是明白 有些市民是感觉到很沮丧 就是觉得 喂 走前一步也好 所以 当时我们就说 你给四百多区议员提名 和选举五席的功能组别 我们是反对 那北京自己转态 出来说 好了批准香港人 三百多万人 选五个功能组别的区议员 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超级议席 那现在个个都准备了 要明年去选 我觉得是走前了一小步 当时 初初我们民主党这些人提出 给船香港人去选 那些耻笑我们的人 后来当北京转态 那他死得了 又要出来转态 就是这样的人 好像现在最近的逮捕机制 那些记者问谭耀宗 喂 人家说没有咨询你又赞成 现在政府说有咨询又赞成 政府说这样你又赞成 政府说这样你又赞成 你有没有脑子 那些人会去批评他们 所以北京还好笑 就说要派人来 跟这些人做心理辅导 那他们有些人很生气 为什么呢 他生气北京 说为什么要批准 哇 他说这个不就是普选 那些亲大陆的人 亲北京的人就说 这个不是普选 弟弟不用这么暴躁 因为普选是要提名权 参选权和投票权 都是普及而平等的 现在你以为每个都可以提名 你以为每个都可以参选 是区议员才可以 唯一就是所有登记选民都可以投票 所以这个不是普选 所以这个不是普选 来的 北京自己都解释了 所以 翌日如果真是进行普选 就是无论参选 提名 和投票 都要是普及而平等 那这几个疑似候选人 敢不敢出来说几句说话呢 梁振英 我请他上来这个节目几年 都不肯来 最近我再问他 他都在那笑笑 很苦笑 不肯来 他说怎么够你说 喂 我一个立法会议员 你都不够你做了行政长官 七十个议员 你怎么够他说 这些不是够不够哪个人说 而是你要说出你一套说法 无论是多荒谬 无论是多离谱 你都要跟市民交代 现在记者不知为什么不追着他 不问他 个个都要交代 这个就是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到时 是不是所有不同政见的人 都会获得提名去参选呢 或者又是好像现在这样 北京阴点了那些人 那些财阀 说好了我支持你了批准你 你才有资格去参选呢 如果是的时候 那个不是真正的普选 然后呢 如果真的选了普选行政长官之后 北京说立法会就可以有普选了 那就是表示呢 所有的议员都是透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就不是现在好像我们六十席 三十席呢是功能组别的 我们全香港有七百万人 现在有三百多万人是登记了做选民 所以在地区直选他们可以投票 他也可以参选 做立法会议员 只要一百个你的区的选民提名 你就可以参选的了 但是呢 我们那三十个功能组别的议员呢 是有多少人是有权投票的呢 就是在那三百多万的登记选民当中 只有二十三万左右 是有资格去提名去参选去投票 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就可以去参加普选 绝一声这么啪就是参加功能组别 所以如果你说第二日立法会有普选 就应该取消所有功能组别 但是现在功能组别那班议员 就死抱着不放的 那很多时候都是 你有既得的利益 你为什么要放呢 大巴又有钱又有免又有名 什么都有了 又是免费 差不多免费的政治免费午餐 为什么不要呢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取消了 如果你那么聪明 那你就去选 那有些人就经常说 有些市民可能包括你们 他说不是的 我们议会是需要有一些 未必是才高八斗 但是都要有一些专业人士 有些商界的领袖 各方面的那些人 我不反对的 其他很多国会都是有那些人的 那又怎么样 那就是那些人去参加选举 如果你说到他那么好 专业背景那么厉害 做生意赚钱 教书那么厉害 他去参选 他很容易赢了 又为什么要靠 拿着这个小圈子 才进到议会 天天被人打骂呢 当人们说到 你是不是代表市民 那大家在那摔低头 感觉到很羞愧 有些人老实说 百多票就选到了 无论你说交通运输也好 你说那些保险公司也好 你说那些商会的代表也好 就是笑脱牙了 你的乡议局也是百多票 那又选到 人家就 这个我们新界东 八十几万人选举投票 新界西九十几万 就是你没有搞错 但是北京有些人说 以后你们会有普选 不过功能组别和普选 是没有冲突的 就是有普选的时候 都可以有功能组别 那真是死得了 所以那个梁美芬 那个鼠王芬 初初又说 要政府要修例 不让人用什么漏洞去补选 后来政府说要去咨询的时候 他又赞成 不要搞字要咨询 什么鬼都是他说 他这个鼠王芬是离了大谱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人 说话一时就一样 但是我们要求的 就是那些候选人要出来解话 告诉市民听 是不是要有普选 鼠王芬现在加入了 一个叫做专业联盟 工商专专业联盟 还有林健峰 他都上过来我这个节目 全班立法会议员 只得鼠王芬一个是直选的 这班人走在一起 给我们很清晰的印象 就是他们 就是要为这个功能组别 去护航 令到 第二天 就算有一人一票的选举 功能组别 是继续可以 在围臭万年 鼠王芬是建议过什么 他很自豪的 翌日 一人三十几票 就是每一个功能组别 你都有票投的 那就是一人一票 不是一人一票 是一人三十几票 你可不可以想象 你怎会认识他投呢 就是入到票站 那张票就这么长的 银行界 他们又提名一个银行的 保险公司又提名一个 老师又提名一个 医疗又提名一个 喂 然后你就一人三十几票 四十几票 这样去选 我相信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混帅 所以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真的捍卫普选 或其实 他是要为一些假的选举 去解话 所以梁振英 唐英年 范徐丽泰 喂 叶楼淑怡 这几个 除了唐英年 全部我都请过他上来 这个节目 大家都不肯上来 就算你不上来 这个节目 我都希望 新闻界 就是希望你们 要问一下他们 喂 怎才为之普选 是不是要真的 废除功能组别 是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自由 平等地去参加选举呢 另外一个问题 又是没有什么人敢问的 提了出来一点点 立刻就闪了 就是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立法 大家可能在2003年7月1号 一个很炎热的夏天 大家都穿着黑色衫 在维园游行去中环 当时有七八十万人游行 有很多人都进不了维园 就是要逼进去 进了维园的人 出不了来 后来有些人都不明白 喂 你为什么就是要去维园呢 他是因为当时的保安局长 叶刘淑仪说 如果你不进维园 我不会数你的 所以市民真的很乖 他想政府数一下 有多少人去游行 去反对 就二十三条立法 为什么市民那么害怕 而当时的游行 有很多个 是很有钱的人 是很多大公司的老板 的合伙人 无论律师 会计师 各方面都出来了游行 他们就是害怕 怕政府立法 要拿走他们的自由 过了那次游行之后几个月 我见到有一个保安党的议员 他跟我说 他说 说回起七一 我说什么七一那天 他说那天游行 我说你有份去游行吗 他说没有 我没有游行 他说那晚七一那晚 我们在九龙 我和朋友去吃饭 其实他们这么有钱的人 他们当然是去一些 比较有钱的地方吃饭 他说我走进去 整个房间都是黑色的 他那时候几个月后跟我说 那把声音还是震 就是因为他看到 在那个餐厅吃饭的人 都是他阶层的人 而绝大部分都是刚刚游行 去吃饭 所以为什么不令到有些保安党那么害怕 是要退态 其实政府当时 叶刘淑仪当时 要为这个23条立法 是太过严苛了 是不单止令到民主派的议员 和我们的支持者 他令到很多其他界别的人士 都担心 我们香港人珍惜的自由 就是他立了法之后 就会消失了 你和我都知道 香港是没有民主 但是就算在英国殖民地管治之下 我们是享有自由 也都有法治 我们的法院的法官是非常独立 是完全不怕政府的 整天判案是判政府输 所以北京是憤怒得很紧要 整天骂 香港是法官治港 所以他北京的官员来到香港是说什么 他说你行政立法司法要互相合作 豈有此理 我们就是三权分立 互相制衡 但是23条立法 政府就是要去执行北京的指令 是立法令到我们觉得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 学术自由 各方面的自由 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么多人出来 要截停了他 自由党不支持 董建华要收回草案 现在这帮所谓的候选人 对23条立法有什么意见 我们民主党就说 你就等下 等到真的有普选 香港有一个普选的政府的时候 那就由那个普选政府去决定 问一下选民 那就去做 如果是做 是怎样去做 就到时去决定 现在距离97都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就23条立法 你又没有见过天地下来 你没有见过很多乱子 其实警队 或者其他纪律部队 都不知道有多少的权 如果他要拉人封艇 都不会很难 但是我觉得这帮想出来参选的人 范徐丽泰就表态了 他说23条不是洪水猛兽 怎么立即港洋被人骂到 真是骂到痴 其他的人都尽量出来解释一下 你怎么看 23条是不是那么需要 政府是不是一定要立这个法 去令到我们个个都自指振 那么弱寒蝉 不过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界 被他的老板都捏到 要生不得要死不能 都没有23条都搞到这样了 所以23条是一定要谈的 另外一个就是六四大屠杀 每一年十几万人 在六四的晚上去到维园 点起烛光去悼念1989年 六四在北京屠城的死难者 这些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心结 董建华就整天叫人 人家是说要放下包袱 曾荫权就说国家 有很娇人的经济发展 香港人是懂得想的 是的 懂得想 那就连连十几万人去维园 而且每一年我看到 越来越多年轻人去 很年轻的自己去 所以政府要搞什么 要搞国民教育 好像陈日君书记 天主教书记 陈日君说他 是想和学生洗脑 他说你国民教育 那个定义都很模糊 是不是国民教育 就等于要无条件 支持中国共产党 书记是这样问 书记正要呼吁教师和学生 一定要反对政府 推行这些国民教育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有些人 很多时候就被学校邀请去说话 那政府觉得 哇 惨了 这些人去荼毒我们的下一代 那他几个月前就下令 就叫那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就要献身去学校说话 就是等回云 其实我是没有意见的 我和学校说 我说最好 你就找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和我一起说 那我相信那些学生就最开心了 就不要一个独脚气 一起去谈 大家去辩论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到他多紧张 他觉得 有些人还好笑 叶刘淑怡在立法会开会 谈国民教育 他就说 我真的要骂政府 你花了这么多钱 做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香港人还这么反对国家 喂 国家 中国在这里五千多年了 叶刘淑怡可能说 就是反对共产党 共产党在这里几十年而已 不要把国家和共产党画上等号 可以吗 所以当时在场的年轻人 他就马上说 我们没有人反对国家 没有胡说 所以可能是要教育一下叶刘淑怡 但是问题是 你这些想去选的候选人 你是不是出来应该说说六四 还是你出来好像董建华一样 放下包袱 你这些人 不要搞那么多 经济发展得那么好 你就去分一杯羹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人 想选的人 是不可以回避的 但是我们的传媒 很辛苦的传媒 刚才我见到他在政府总部 不让进去的 是攀了你在外面门口 在那儿晒 就在那儿等的 等到有个人出来 可怜你走过来说两句 不喜欢 车白了 一声走光 就是那些传媒 不会问他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些是要问的 另外当然我们也要说一下 就是自由 我们大家这么珍惜的自由 现在一路一路 最近香港大学的调查 就是香港人觉得 新闻界越来越不自由 那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最近你看到雅士 负责新闻的梁家荣要辞职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不可以阻止 那些假的江泽民的死讯出街 后来他又出来说 原来有人给他一些消息 搞错了 但是他都不否认 给消息的那些人 都是阿氏的人 然后他又不可以阻止 阿氏的辉耗 由红转到黑 又不知转到什么数息 那你负责新闻的 你都没有能力去阻止 你认为不应该出街的东西出街 那你还不是没有新闻自由 不是你没有编辑自主 另外当然就是要说一下政府 政府这几年 有空就不准那些传媒去做采访 那是什么 他自己聘请那些人 又去拍了些东西 拍了自己的剪片 交给传媒 交给那些电视台 那些没有尊严的电视台 你去播 这个是官片 官方的片 你去播 你打一行写着 是政府提供的片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不能让你进去的 地方那么小 怎么让你进去报 喂 以往就算很小的地方 传媒都可以处理 怎么处理 传媒自己坐在那里聊一下 然后自己推一些人 一队人进去 拍了 拿出来 大家分离用 每一次轮流去做 如果场合真的那么小 但是如果这个场合很大 为什么不让传媒去拍 好像李克强来香港 去吃饭 在军月酒店 传媒去了哪里 原来把传媒送去一间房 在房里面 你以为有吃吗 不是 在房里看直播 但是不是传媒做的直播 是政府做的直播 然后出来酒店外面 为什么都不见那些传媒呢 原来放在很远 很远很远很远 你又听不到他的声音 又看不到他的样子 那怎么做采访呢 你告诉我 我都是传媒出身的 为什么我们的传媒 又容忍这个做法呢 还有有时呢 他就出些新闻稿 那些闪稿 又是交给你传媒 那你就去登 那这些就是新闻 所谓的新闻 那你怎么办呢 传媒是要发威 是要杯葛他的 但是不是 每个呢 就好像羊帽那样 那样 就照拿 有些更离谱 就说 喂 传媒现在很大竞争 你不拿你就失威 你就死了 喂 我不是不拿他 我就没有新闻出街 我就去 去回你现场 你不让我进的现场 我叫记者在那儿 拿着麦牌站在门口 做一个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了 政府就在里面搞事 做事 就不准我们进去 不知道他闪门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在那儿报道 我们就抗议政府 不让我们进去 但是里面发生的事情 是你和你家人 是应该要知道的 哇 你做得 做得几单这些事情 你看看行不行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种的 别人给你 你又去播的时候 那就想不死也挺难 然后政府还怕不够口 怎么办 我去抓你 托起你的传媒 你走去政府总部走走走 他捉了你 困了七个小时 说你涉嫌爆舌 喂大哥 最多你说他走错路 不应该进来 爆什么舌 另外有个传媒 又是查游行之后 在做採访 又抓了他 喂 如果香港 内地 因为内地任何时间 都有传媒坐牢 内地 就是全世界最多拉 最多传媒的政府 我们现在做什么 好像梁天伟 上个星期来这里说 政府现在做法 就是和一国一制看齐 真是死定了 但是我高兴看到有些年轻的人 都仍然想做传媒 我希望他们想做 还有要拼搏 不要接受别人的操控 一定要去说真话 如果他在哪个机构 无论电视台电台报纸 杂志 如果有些人 是做一些很差 是违反言论自由的事情 他要出来爆 他要出来说 因为你看梁家荣事件 你已经知道 当梁家荣说有人做什么 做什么 整个社会是哗言 大家是很关心 而大家是不认同那些事情 所以为什么黎晶不敢去认 没有人敢去认 我叫梁家荣去报 江泽民他还没死 没有人敢认 没有人敢说 我要迫梁家荣做事 没有人敢走出来 很自豪地说 所以你们不用怕 我都跟你说过 你是不是不做这份工作 要吃饭 香港都没到这个位 很多年前 当时我做记协的成员 当时无线有记者 去找谭慧珠做访问 关于他那时 不知是否拿的士牌 还是什么 他是交支会主席 他问他 谭慧珠 谭慧珠说 你知不知道 邵日夫主席找你 那个记者有什么事 我找你做访问 你去看看 你邵主席在找你 你说多囂张 那个记者如何 立刻拿起电话打给我 投诉 你们现在都可以做这些事 你越做得多 此文是越鼓掌 因为这个不是捍卫自己的尊严 那么简单 是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 我们知的权利 好像中大 苏日基教授也说 新闻自由 不只是新闻界的事 所以我们民主党 走去押时示威 说他在侵犯编辑自主 他说 关你民主党什么事 喂 香港人的人权 自由 法治 是关我们所有人的事 关外国的事 因为人权是无国界的 所以什么都关事 所以我们大家见到的时候 我们要出声 但是你新闻界 你有责任 问一下梁振英 问一下唐英年 问一下范徐丽泰 问一下叶刘淑仪 他们觉得新闻自由 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呢 政府的作为 是不是很可耻呢 是不是很离谱呢 他做行政长官 会不会废除这些所谓 官拍的片 官发的稿呢 会不会很开放 是所有的活动 都欢迎传媒去采访 甚至 会不会停止拘捕记者呢 这些东西 你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他 因为我们香港人 是很想 很想听一下他们的答案 那有这么多东西要问 最后还有一样要问 我 和我们很多民主党的人 我们的立法会议员 11个 60个里面11个 是不准回大陆的 最近 我去德国 去柏林演讲 有个国际会议 讲大陆 讲中国 我一个讲题 就是 谁人害怕艾薇薇 很多德国人都认识他 在柏林有间的艺术大学 是请了他过去做港学 艾薇薇也接受了 不过 没得去 艾薇薇 就不准离开中国大陆 我们 就不准回去中国大陆 超过二十年了 那这班想选做行政长官的人 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那麽多是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都没得回 不只是没得回大陆 是没得跟他们去沟通 老实说这麽多年来 在内地 无论北京其他省市 无数的官方的团 都来过香港访问 但是没有一个团 是来过搭触过立法会大楼 因为他不愿意见我们 不想跟我们握手 是没有沟通的 那我们立法会 除了以往几年两三个团 是中央特别批准 是可以回到内地之外 是从来没得去内地探访 但是我们立法会 差不多时时都有团去外国的 今天我现在讲话 就有个团去了日本 就是日本政府 因为他自己海啸地震之后 大家担心辐射食物安全 政府是邀请我们立法会 食物委员会 三名议员去 是一个立法会的团 此时就立法会 会派一个团去印尼 参加他国会搞的 一个有关跨境労工的问题 我自己前一些去韩国 我们也是立法会有个团 去看下他的文化交流 去看下他如何做规管标准公示 我们有时又去到欧洲 看下那些新兴的民主国家 如何运作 我们去匈牙利 我们去捷克 执克鲁地亚 我们都过去 一会儿有团 又派去伦敦 和英国的国会交流 喂 从来没有团去大陆的 所以我们特区和内地 有些人就叫国内 我是不会叫国内 我们这里都是国内 我们就是和内地和大陆的关系 是不能正常化 因为我们整个立法机关 都不可以和他们去沟通 我们那些保皇党 那些立法会议员 他都不想 因为其实 老实说 你说你要搞个团 去看下他的食水 安全 看下食物 看下环保 他随时可以组到一个团 是没有我们份的团 可能有些议员会抗议他 他都可以去搞 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提出过 就是要对他公道 因为他都觉得很羞愧 如果自己搞个团 原来立法会很多党派 全部都被拒之于门外 那你有什么代表性 你进去 所以你说多混帐 这么多年都是没得谈 我也都说过 我不会再接受这些施舍 你今天去两天 明天去三天上海 那天去一两天广东 我不会再去 除非我是可以自由出入内地 我有新之年行不行 都很难说 二十几年都过了 做人有多少个二十几年 但是中共不准我们去 这个是他的耻辱 去到任何地方 我去到柏林 每个都吓了一跳 有没有搞错 你回不了大陆 做什么 你是拉登 你是撒达姆 真是很离谱 那这帮想做行政长官的人 你有没有说过 你怎么看 对于那些人不准回大陆 是否觉得中央是做得很对 是否应该禁止更多人不准回 这些议题是一一都要谈的 最近我留意到 是有些报道就说 有些团体就很着弱 因为这么多人要参选 他们就要搞一些论坛 邀请他们去表达意见 原则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有些人就说 不是的 你要等他拿了150个提名 你才算是真是候选人 但不要紧了 那个提名是明年才拿 三月才选举 但如果现在是有兴趣的 大家出来去讨论 是讨论一些 大家说香港是很重要的政策 他想不就去讨论一下 那我就会希望 当何俊仁也说宣布他想参选 就是和其他人这样想 虽然他就想闯个心 何俊仁也会承认 他是没有机会选得到的 我希望何俊仁也好 或者冯剑基也好 其他想的那些就全部邀请他 一起去论坛去交风 这个也是何俊仁想去参加的原因 就是他希望有一些政策 是可以民主派和保皇党 是大家去交风 是给市民看看 政策是可以这样 也是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走这条路 为什么不走那条路 我是很希望大家有机会会见到 最好如果有四五六七个候选人 电视可以一早现场直播 不需要等到明年一月 拿出150个入场券才现场直播 其实老实说 今次这个选举 有一件事 我觉得保皇党是对香港人很不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政制发展 一定应该是基于政党政治 多党制 透过选举 令到有个政党拿到足够的票数 在议会有足够的人 组成执政党 或者不够的 好像现在英国一样 和另外一个党结盟 组成一个执政联盟 然后去管治香港 所以行政长官一定应该属于政党 现在基本法是没有写明 没有规定说你做行政长官 是不准有政党背景 是没有 但是香港人最喜欢自己害自己的 董建华害我们 曾荫权害我们 就是在本地立法那里 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那里写 就是不准有政党背景 就是他说你有政党背景你可以去参选 但是如果你选到你是要退党 你说多荒谬 这些我们当时是反对的 放在条例那里 但是那些保衡党就是要放下去 因为是这样 现在其实亲北京的都有政党 全香港最大政党就是民建联 他们有万多人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过两万 几多党员 为什么民建联不派个人去参选 你好 你叶刘淑怡 你第一个立法会议员 他说去最好 就是我觉得有政党背景的人 是应该去参选的 如果你没有政党 在议会没有人支持你 第二天你的政策 喂 猫投票给你 那不要紧 这个就是北京想的 想怎样 你就个个走去西环 走去找中联办 每次不够票就叫中联办去枯票 中联办就打电话 喂 快点投给他 那就个个失时隔慢 这个就是香港的结构性的问题 中央特区政府都是明白的 你一定要有一帮人 要有一帮人组成团队去管治香港 就算现在未曾有普选 行政长官都应该和那些保皇党 大家组成一起 一起去谈那些政策 一起去推行 但是现在就算照保皇党说 没有他份的 你就算行政会议 很多人都说没有份 那你自己特区政府闭门做居 拿些东西出来 那保皇党咬咬咬声在那里吵 然后你就去打电话给西环 叫西环逼他 然后你就在桌底 就不知道给什么利益他 威逼利友 然后他又勉强支持你 真是死得 但是现在 你叫唐英年梁振英 他都在议会没有支持 甚至有些人都听起个名字 是秒嘴的 那你叫他就去做行政长官 又不准那些有政党背景的人去选 就是你其实真是居心可策 如果是继续这样下去 其实没事的 就继续这几年 这个瘫痪的局面 这个很不堪的局面 就继续下去了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 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很有问题 就是我去到德国挺好笑 有些德国人说 哎呀我知道你香港政府 有人派六千元 他说我们德国人就惨了 他说我们有人要给六千元 去救那个希腊 死不死得 人家会以为你这么有钱 那你当然很开心 经济又这么好 怎么知道周街的人 那些人 恰恰恰恰恰恰恰 就是你说多无用 经济 都是有增长 其实钱很多 我们现在放在外汇基金 我们的财政储备六千多亿 钱找回来的钱 叫累计盈餘六千多亿 就是一万二千多亿的钱 多到堆出门口的钱 政府都不肯用来 做一些是什么 做一些是立法会有共识的东西 你说如果立法会 互相不相让 那当然不能做 我说做这样你又反对 但是很多东西是立法会有共识的 去年民建联的刘刚华提出一个动议 是说对于长者房屋的照顾 无论是公营或者私营住公屋 或者去安劳院各方面的照顾 有成好不知道七八个修订 全部过了 但是得来什么 是零 政府什么都不肯做 你简单说一下我们的长者 香港这么多长者 有成十万个长者 是一只牙都没有的 你们有没有牙的 你可不可以想象 没有牙是怎么生活的 政府不肯理的 为什么 我说整牙很贵 我说怎么能帮得到你 还有有些长者身体不好的 想进去安劳院 护理安劳院 每一年很多个 不知道多少千个 或者多少百个 更多 等到死都进不了 我们立法会全部都赞成 我们立法会全部都赞成 建多些安劳院 不答案是零 他不是零 他是建少少位 这些东西 人口老化 我们建议叫他做 他都不肯做 就算在教育 在医疗 在交通 新运输 很多东西 立法会都有共识 其实好几年以前 我们经常八党共识 我刘慧卿最喜欢推动 我是了解得到 就算和保皇党 我们都可以大家坐在一起谈 如何去处理 控气污染 如何去刺激经济 沙士期间如何去做 我们是可以自己去做 但是2004年选举之后 没得做 田北俊都公开说 没得再搞 为什么 就是中联办反对 他说 你这些人自己坐在一起搞 香港是行政主导 你现在不是变成立法主导 怎么可以 问题是 你行政机关又没有能力去主导 你又不让我们坐在一起谈些东西 大家抱着死 这个就是香港的局面 你唐英年也好 你这个梁振英也好 你做行政长官 你是否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你会不会出来说一下 你怎样和立法会的政党去合作 怎样令到他们有权有责 一起去推动香港的东西 这些是很核心的问题 这么多个礼拜 大家说跑马仔 但是我们的传媒 可能现在有半自由的传媒 都不愿意提出这些问题 现在想搞很多论坛的团体 会不会提出这些问题 这些是很核心的问题 是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香港不解决 就好像有些人说 即是呢 他说选了哪个做行政长官 都好像神壇吉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神壇吉 即是很多时候 放一个神壇在那里 你去拜 那就放一些吉在那里 神壇吉 他说香港就会好像这样 就是阴干 那我们想不想见到香港阴干呢 北京是不是非常乐意见到香港阴干呢 所以各位市民 这个假选举 这场戏是继续会做 不过你是要施展你的混身解数 在不同的场合都要出来踢爆他 都要出来说 你认为这些所谓的候选人 是要面对的问题 我在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